欢迎来到果然八姐,持续分享新娱乐你爱的人,点订阅打开铃铛哦。 一直想说说,为什么诚意能把不追星的人都收入囊中,我就是其中一个。 因为深知娱乐圈的烟渣,所谓明星甚至老戏骨都难免有黑料,更有甚者被封杀,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 有的流量明星爱炒作,男女CP,男男CP,举止亲密,搂搂抱抱,还有的出了名就耍大牌。 对筛身边的工作人员以止气势,翻白眼,还有的扑阿自家粉丝,引导粉丝攻击拉踩其他明星,力气深重。 还有的没入圈前是问题少年,小泰妹。 入了圈了,就开始打造乖乖男和乖乖女人设,简直没眼看。 还有的明星违法乱计,断送大好前程,还有的好好的人入了圈,结果因为抑郁症把自己的性命赔上。 所以,我觉得在内娱能有几个正常明星存活,凤毛麟角。 在这几个凤毛麟角中还得和我演员,那太难了。 直到今年,我发现了诚意,真的是从出道到现在13年,没有黑料,初心不改,始终如一。 只不过,以前她是富士奇,意义风发,有点臭屁。 现在她是诚意,稳重自在,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,做最好的自己。 诚意,温柔又有力量,内心强大,目标明确,知道自己要什么,是个成熟的,并能对自己所做所负责的人,看似呆萌,哈基米。 其实内心真男人,看她告黑就知道。 她靠着一腔热爱,独闯娱乐圈,经历过导演否定,经历过严重网爆,经历过太多艰难,但是她从没想过放弃自己,放弃演员这个身份。 她只是说,如果没被更多的人看到,肯定是她做得还不够好,最终她熬出了头,但是她还是那个她,对每一个人和和气气,尊重友善,没有翻身浓奴,把歌唱得骚操作。 甚至她的粉丝都跟她一样,学着佛系,学着稳定情绪,专注自己,人送外号,没有感情的机器人。 所以,你说为什么不追星的我会入坑?因为成熠就是娱乐圈的清流,独此一份。 她让我看到并且相信,这个娱乐圈还是可以清朗明亮的,还有一群粉丝同单,可以借交借造,佛系追星,这就是成熠的魅力,没法阻挡。 希望成熠未来一路生花,做个好演员,我们也会一直支持你,走完你的演艺路。 不抛弃,不放弃。 相信大家在很久之前就看到过,狐妖小红娘王全片即将开机的消息。 其实主演成熠和李一彤也是早就定下的,只是没想到开机时间一再推迟,但刚开机的狐妖王全片也没有辜负粉丝的期待,主角路透造型刚流出就收获无数好评。 在得知诚意将出演王全富贵一角后,就有粉丝辟出了角色剧照,身穿黄衣的少年,头戴发光,一张清冷的脸上看不出情绪,只有幽深的同仁仿佛能够看透人心,少年直见是为了家族,生来就承担着无上重任。 狐妖小红娘王全片和月红片与竹叶片都不一样,成为道门兵人的王全富贵,曾经没有见过外面的风景。 也没有感受过人心的温柔,遇见小蜘蛛金青铜,是她黑暗世界中的一抹亮色,也逐渐拥有了新的牵挂。 被困在方寸之地的王全富贵,开始渴求自由,哪怕自由的尽头是死亡,她说,从前那样不错,现在这样也很好。 哪怕在万剑穿心之时,也只是抱着怀中的青铜问道,万水千山,你愿意和我一起看吗? 如果没有东方月初的搭救,她也许会倒在奔向自由的路上,但对方出现了,她也真正和青铜走出了家族,携手看遍这万水千山。 王全富贵的角色人设很圈粉,所以网友最担心的就变成了造型,但从曝光的路透照来看,诚意的王全富贵一身白衣贵气十足,站在竹林里有超凡脱俗的气质,腰带和衣领上的纹饰又衬托出身份的高贵,简直让人眼前一亮,不得不称赞一句。 诚意的古装造型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,在狐妖小红娘动漫中,小蜘蛛金青铜的人设比较单薄,但是一个温暖善良的角色,如果演员选得好,也会有很多人喜欢。 是一部以男女主的爱情为主线,讲述了一段关乎于人和腰之间的如何共处。 善与恶抉择的故事,整体的元素丰富,人物的特点鲜明,以及多段感情线的交织,整体的看点可谓是非常的充足。 作为该剧的男女主,诚意和李一同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,不仅各自都有着极其出众的颜值,扎实细腻的演技,而且还都是公认的古风男神与女神。 在以往古装剧中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,并且,两人才刚刚合作完英雄志,彼此的熟悉度和默契度可谓是非常的出色,在最新的路透中。 诚意一身白衣,经典的仙侠发饰,整体的造型可谓是尽显儒雅感,与以往在《沉香如蟹》《莲花楼》等作品中的表现相比,更是多了几分仙气,低头思索的状态,更是非常的惊艳。 毫无疑问,诚意此番又将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。 虽然《狐妖小红娘王全篇》才刚刚开拍,但凭借着诚意、李一同的人气,尤其是相关的路透曝光,展现出了极高水平的浮化到质量,已经让剧集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。 相信在后续更多物料的发布,更多阵容的信息曝光时,剧集的人气也会继续攀升,为波鲜火,期待波出闭火。 诚意在《狐妖王全篇》中的装造太惊艳了,一身素色,高马尾,仙气十足,让人看了不禁为之倾倒,在竹林间游走,庞浮化中仙人。 这样的造型,绝对会让观众沉迷其中,所有人都在卧槽,感叹,可塑性太强大了。 天生贵气清冷典雅的气质,美德精致,美德华贵,真的太富贵儿了。 看惯了李莲花的粗布麻衣,一下子看到如此富贵的王全富贵响啊啊啊啊。 发饰和腰带好精致哦,这次真的是富贵少爷了。 怪不得都防暴诚意的古装,我对家也防暴,颤抖吧,内鱼。 华丽的外表,清冷的气质,最强到门兵人王全富贵驾倒,都给我少爷让让路。 他是天地一剑,王全世家的道门兵人,原本这世间就从未在乎见得孤单,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自己该走得到,天下非妖之天下,非人之天下,乃是众生之天下。 王全富贵来了,新的角色,新的突破,好演员真的能读懂角色,这也是诚意能把每个角色塑造得这么好的原因,他那些语气词和小动作。 活灵活现的,角色贴脸,这是我看过的影视作品中很少会有的体验,就好像演员借给角色一个骨架屈翘,而角色的灵魂在这之上生长出血肉,永远期待演员诚意的作品。 恭贺狐妖小红娘王全篇开机,2024英雄志,2025狐妖王全篇,期待演员诚意不一样的古装,期待演员诚意不一样的呈现,万剑穿心中不悔,相视一笑亲王全,爱奇艺头部S家大剧王全篇,狐妖宇宙唯一大男主王全富贵开机大集。 万水千山,果果陪你去看,诚意加油,道门兵人,何喜何悲。 王全剑出斩妖除魔,期待诚意王全富贵,开机大集,天地已见,王全富贵富贵,终于来了呀。 诚意的仙侠从来莫让人失望过,打戏绝对的仙品,狠狠的期待吧,清冷贵气感十足,每一步都走在我的心巴上。 诚意饰演的王全富贵,真真真太帅。 诚意近几年塑造的角色,肉眼可见能看到他的演技进步,除了会挑剧本,他不像别的演员让演啥就演啥,而是真正的去揣夺角色并进行了二次创作,把剧本里莫能体现出来的透过眼神,表情和肢体语言都表现了出来。 让人更立体,诚意未来可期的是,还有他优越的长相身材,适合演古装,现偶,正剧男品等各类的什么角色,能够互相成就。 我们狐妖小红娘宇宙大男主角,开机大吉。 她摇身一变,成为道门兵人王全富贵,一眼万年天下王全,常见一出万妖臣服。 期待成一新剧,狐妖小红娘王全篇,新故事,新角色,新开始。 衣服发饰都很精致,但我觉得属于这风格的首例,人台衣服。 衣小雅的风格,我管她叫精致啰嗦,就很爱做加法,非常化。 男演员气质不够兼容,很容易被这种精致啰嗦压。 变成衣服穿人,像土里这个衣服,真的只有成衣能穿出这种俊秀修挺的效果。 她的清冷硬朗,很压这种繁复的堆叠。 话说成衣真的超级台装造啊,印象中欢睿的装造好。 但一回顾,全是成衣在称,无意的戏并没有装造好的印象。 而成衣同样的衣服,拿给别人穿过,非常灾难。 成衣穿衣有肉脱衣显瘦,身材奇长,而且尽瘦。 仪态端方,但又很松弛。 古装戏举手投足,都非常融入人物,现在真的好期待。 王全富贵动起来的样子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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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少爷真的很斩你, 这还没有动态图和正面罩呢。 就已经杀人不留痕了,有了正式出装图, 齐圈不得发疯。 四代果果,真是吃得太好了,成衣这脸这身材, 真的斩你一片片啊。 最开始挺害怕装造会浮夸,毕竟设计老师是走华丽风的, 但今天一看,成衣精致的脸颊高挑的身材, 完美消化了服装风格并散发出高雅贵气且清冷的气质, 也特别符合王全富贵的人设,装造这趴至少现在放心了。 剩下的就是拍摄,希望王一许团队别搞改剧本, 停拍啊那些梦额子,官宣到今天开拍刚好第90天。 三个月的等待,希望不要辜负期待这部戏的粉丝观众和主创们。 还有统筹时间好好安排,我哥有腰伤,别炸堆安排打戏, 现在可是全网都把你盯着的,可尝点心吧。 最后,还是那句话,成衣出品必数精品。 祝狐妖小红狼王全篇开机大集,拍摄顺利。 有理由相信,成衣合作李一同的狐妖小红娘王全篇, 必定会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古装大剧。 对此,大家是怎么看呢? 欢迎私信留言,我们一起交流。 非常冷静。